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汽水 這個也是Photoshop內建的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有一般的 這是早期的我們 視傳的網頁 好那你點到他你看 這個 有沒有立體的 對不對 你的設計就可以做進去啊 像這樣子 那一樣的 我們這個方式呢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是做好的 我就把它關掉 那你可以看到有我有一個網頁的接著 你看 我有一個底色 有一個 這個貼紙 那我把網頁先關掉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了嗎 所以有這個再加上這兩個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兩個 變成 汽水瓶的外包裝 我把它兩個選起來一樣到3D 好我們就叫他幫我做成汽水瓶 建立 就做好了 他就把你包起來 這樣簡單吧 對不對 所以 那時候視傳55週年的時候就是這個Local 我們學校55週年 那材質 你事實上還可以做調整的 你如果要加上凹凸荷味 當然也可以啊 就看你啊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的這個Photoshop裡面 你看你可以像這樣做 那我把背景圖打開 讓他疊到上面去行不行 可以啊 對不對 你不要忘記的 Photoshop3D塗層 跟一般塗層 可不可以做結合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塗層一樣 你就可以跟你其他的一般塗層做 整合 可不可以加塗層遮瑟片 當然可以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做的 絕大多數 都跟一般的2D塗層一樣 你可以像這樣去幫他做整合 那 整體輸出之後效果就會比較好 好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了解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 因為 很多時候 比如說各位做包裝設計 那你要做這樣子 是不是有點困難 甚至你要自己找材質嘛 可是我們可以在 虛擬的 你就可以先做 好 那下面這裡的 這個十色突出 雙色這個我就不講 這個 可能各位用到的機會 比較少一點 那我就 不跟各位再特別介紹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做遊戲的感覺 比較像遊戲的那種場景 所以 這個部分 各位這樣對 一張圖片 怎麼樣把它轉成 Photoshop3D的 模型 有沒有比較有概念的 跟我們之前的 單純的 就是 產生一個厚度啦 或者車床 比較不一樣 OK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